希望下一位继续二绕狗 小们高兴 掌声欢迎孟川 大家好 我是孟川 很开心回主场作战 去年一年一直在忙孩子上学的问题 主要是因为没有上海户口 上海有个政策 有极策大学 考上研究生是可以落户的 然后子女随签也能跟着落户 所以最近我一直在催我爸考研 那他说你就努力一年 年底你就能上岸了 我爸说儿子呀 回头是岸呀 没有别的办法了吗 我说没了呀 你这岁数没法考公务员了呀 你这就是黑发不知情学走 我爸说那你去考呀 考公务员还稳定 我说考公务员是为了稳定吗 考公务员不是为了为人民服务吗 我爸说对 到了面试的时候你就这么说 我说我真没法考 我得多挣钱 我要是当了公务员还多挣钱 你害怕不 确实得多挣钱 我们公司附近的幼儿园一年20万 但是还是觉得孩子在公司附近上学方便嘛 于是就换了一个思路 现在天天劝公司搬到一个偏僻点的地方 考虑一下郊区周围 公司好像没听清 搬到了郊州 其实上私立小学 摇摇牙也行 主要是怕孩子在上海念完高中 回山东高考 别人在山东小孩高考的时候都想方式法往外走 只有我闺女一个人默默地逆行 她拿着我买给她的回济南的高铁票 说爸爸 这难道就是乡愁吗 我只能爱慰她 这就是考验你是不是有真本事了 闺女说爸爸 我有没有真本事不知道 但是你是真没本事呀 我说那还不怪你爷爷没考上爷 为了不回山东高考呢 我决定提前在上海看看房子 虽然都买不起嘛 但是我们公司最会省钱的王建国 就给我出主意 川哥 你要不要考虑一下凶宅啊 真的去看了 打车过去以后一眼就认出那中介 身份特征太明显了 穿着西装革履的 没有挂公牌 挂了一个八卦镜 我说那么凶的嘛 你这有点迷信了吧 他说哥 我干这一行之前 可一点也不迷信 然后那个小伙子 尽心尽力给我介绍方案 说这个房源跟这个小区 其他同类房源相比 有个优点 就是它夏天基本上不用开空调 他说我再给你普及个知识点 就是心理上的凉啊 它不伤身体 我就给他砍价嘛 我说你这个房子 公摊有点多吧 他说哥 这可对你有利 你看这么大块公摊 都是逃生通道 当天带我看了七八套凶宅 每到一个凶宅 就给我讲一桩凶杀案 我觉得还是有点贵 我问他 还有没有更凶一点的了 凶宅真的便宜很多 普遍的要便宜一百多万嘛 我最后看那个便宜二百多万 我说这个怎么这么便宜啊 他说这个送走过两任房东 你有兴趣成为第三任吗 我说那我肯定好好考虑一下 虽然我不迷信 但住在这个房子里的人 太容易挂了 我们家里人还有人考研呢 谢谢大家 我摸穿 我死了 我说你嫌我吧 喜欢 谢谢 谢谢 川哥 这个感觉回到山东主场 你讲的这些观众朋友们都好喜欢 对 大家对凶宅很了解 为什么 还有高考考研 都能听进去 孩子上学 那凶宅是不是编的还是真的 真的呀 真去看了 真去看了 包子也给我推荐的 那他是真的凶宅吗 对 因为上海其实是有个网站 专门卖这个东西 凶宅 对 就是便宜 我觉得我又不信那个 就无所谓了 这个 你要是写东西多了 然后你写出去给编辑看 编辑说你鬼点子真多 来那了 其实孟川也是有点那风格 但是快速的 对 孟川我是全看完了 然后拍一个灯 我是这种 因为他那个整个都特别的 紧凑 对 紧凑 感觉整个是这个 下话讲完故事 这种 好的 川哥呢 现在是获得了两灯 进入抢麦环节 想要挑战 川哥的朋友 请起立 倒计15秒 现在开始 5 5 4 3 2 1 梦川 梦川 凡选 我选唐湘玉吧 好的 掌声欢迎唐湘玉 大家好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我来给川哥讲讲考研的事吧 大家好 我叫唐湘玉 我年前呢 把我的工作辞了 成了一个全职脱口球演员 然后 我就没敢回家过年 因为在我老家 山东滋泊的农村 像我这种不结婚 也不上班 每天给人讲笑话的人 本身就是个笑话 主要是这个落差太大了 因为我从小 就是那种别人家的孩子 我是我们村里 自新中国成立以来 第一位全日制女硕士 没有瞧不起 飞泉子的意思 也没有瞧不起 南硕士的意思 就这个事情 轰动到什么程度呢 我们家族 甚至召开了一个会议 让我拥有了 给祖宗上乡的资格 非常了不起 以前在我们家 这个事只有男丁可以做 女孩不可以 因为女孩 以后是别人家的人 这句话 我七岁的时候就知道了 当时看到我们家族 气势恢弘的墓地 我就问我妈 我以后 是不是也能埋在这儿啊 我妈说 那不是啊 你以后是别人家的人 要埋在别人家 我说谁家呀 她说 当然是你婆婆家 这个答案严重刺激了我 我就做了一个决定 我以后 一定会去签署 那个遗体捐献同意书 我不会埋在任何人的家 我要埋在我的国家 没想到这么正能量吧 我这个人就是这么刚正不阿 我们家族里的女性啊 在那个家谱上 是没有名字的 只有姓氏 就连我这个嫡出的长孙女 在家谱上 仅仅是唐氏 四子 长女 我就跟长辈们说 如果不写上我的名字 我会考虑离开家族 他们说 那你离开吧 也该嫁出去了啊 他们就加入了一些相亲群 我那天进去一看 人家的关键词都是 工作稳定温柔体贴啥的 我爸妈给我写的是 一个三十岁的幽默女硕士 真的我都想哭 第一 为什么不写全日志 第二 我今年是二十八 并不是三十 需岁就算了 他还需两岁 那这么算的话 我到了九十八的时候 是不是我们村里第一位 百岁女硕士 对 全日志的啊 但我估计我也活不到九十八了 因为我要被我爸妈 介绍的人给气死了 前阵子让我去见了一个 特别会说话 他一见到我就夸我 看上去很朴实 这是好话吗 我说谢谢 你看上去很老实 他就顺着我的朴实展开了话题 就说我身上没有什么名牌 不像是那种浮华的互联网白领 应该是个会过日子的女人 好家伙 她想跟我过日子 我赶紧给她展示了我的牙套 双眼皮 还有一些不明显的医美项目 我说我也没有那么会过日子 我脸上至少有一辆面包车 就跟门口那辆差不多 她说哦 那是她的 其实说了这么多 我的择偶标准真的很简单 就是必须得会做饭 这个也是有原因的 因为我记得很清楚 我初中有一天放学回家 我爸和我弟各自在床上躺着 我说做点饭吧 饿了 我爸说饿了 你也去躺一会儿 我反正是真的饿怕了 希望有这方面特长的男生 可以主动联系我 但咱们丑话说在前面 你就算再会做饭 我也不会埋在你们家的 好 谢谢大家 我是唐强益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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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觉 哎呀 节目很难说 对 还行 交给观众 好 谢谢唐强益 因为那都是两灯 请两位都来到舞台中央 我们把选择权交给现场的观众 投票通道请打开 黄祥玉还是很厉害的 我没有想到他可以讲得这么好 肯定就是川哥 他现场的效果真的很人好 三 二 一 请投票 让我们来看一下 孟川和唐强益的得票情况 请出票 差12票 哎呦 有点可惜 来 唐强益 说脱口秀多久了 今天正好是第七个月纪念日 七个月 厉害啊 那为啥好好的工作 女硕士那么辛苦考的 那些工作什么都不要了 还是因为喜欢脱口秀 因为这半年 其实一直想探索一下一个 就很普通 很中规中矩的女孩 她的人生边界在哪里 能不能试着打破一下 就来了 咱们全日制女硕士 有那么普通吗 今天感觉如何 就是开心 完全也不难过 虽然也没问我难不难过 那稍后观众朋友们 可以去哪儿读你呢 可以在哪儿看到你的演出信息呢 我觉得如果 咱们单位这边 愿意给我一些演出的话 现在上这儿求职来了还行 安排 真好啊 我们唐湘玉马上就要离开 最后还有什么想说的吗 我想说来到这里 交了很多很多的朋友 希望大家都加油 希望大家都加油 真的不要为我难过 不要为我难过 谢谢 加油 加油 好的 刚刚讲的七个月就这样 值得期待 唐湘玉我们明年再见 谢谢 谢谢 谢谢大家 再见 谢谢 我来了这边之后 其实 我们明镜与我们的表演 对我们明镜与我们的表演 整个表演 穿哥进入晋级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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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难了 好 哎呀 太难了赢的 我的兄宅他们都不接 我不知道是吓着他们了 还是怎么着了 想兄宅这个事是有点冒险 不是那么满意 但是总体还行